各位观众晚安 大家听得到我讲话吗 可以的 非常好 谢谢 今天晚上 其实非常感谢大家 抽空出来这里 跟我一起来 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大家来 互相来交流 一些有关于 儿童牙齿保健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最主要就是 因为很多人 常常来看 小孩子来看病的时候 大部分家长通常都会觉得说 如果我早知道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后来想想 其实如果说有些东西 如果我们大家 可以一个分享给一个人 那更多的人能够有这些知识的话 是不是小孩子的牙齿的问题 就会更减少 那我们现在 在词记里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 透过更多的家长 然后来 照顾到更多的小孩子 所以每次有家长来的时候 我都会问 啊你有没有小孩子啊 小孩子有没有看牙啊 有没有人帮忙照顾啊 那希望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帮忙照顾这样子 那希望以后 词记也可以成为很多家庭 小孩子他们的这个 口腔卫生 口腔保健的一个家 那今天我们主要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够讨论到一些问题 包括说牙齿的发育啊 它的时间点啊 以及相关的一些可能造成的问题 然后那小孩子哦 他们的牙齿跟嘴巴 稍微跟我们大人不一样 所以他们有一些 特别的东西 那可以介绍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希望每一个小孩子 都能够有正确的 口腔保健的工具 来帮助他们 维持他们口腔卫生 那最重要的是哦 口腔健康 其实跟全身的健康是一样的 我们要有良好的习惯 那什么样子会是良好的习惯 可以促进这个 更好的口腔健康 那也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晚上 真的是一个分享的过程 包括我平常有的时候 在跟家长啊 在医疗上面的沟通啊 有很多一些东西 可能是我一些临床的一些经验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有任何问题的话 在我们最后 我们会帮您来 希望能够尽量来帮您做解答 好 那请下一张谢谢 好我们从这个 先从一个小问卷开始啊 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踊跃回答 大家知不知道 一般小孩子有几颗牙齿 小孩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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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差不多在五秒钟哦 给大家做最后的一个考虑哦 如果你决定了ABCD就选择一个给我们看 谢谢谢谢谢谢您的分享 好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差不多都已经回答了 那我们来把这个答案公布给大家看一下吧 哦这个B20颗牙拔得头筹 好那来我们来大家来看一下 这张图哦这张图告诉大家 我们一般正常来讲小孩子有20颗乳牙 我们在英文里面叫primary teeth或者是叫baby teeth 那大人的话加上智慧齿的话一共有32颗横牙 或者是我们叫permanent teeth或是adult teeth 那要大家要这样知道的原因是因为 你看小孩子从20颗牙 然后要换到大人30颗牙 那这中间有这个过程啊 那有很多时候其实大人并不知道说 其实小孩子换牙或是没有换牙搞不清楚到底哪一颗是大人牙 哪颗小孩牙 因为都长得很像大家颜色都是白色 所以今天我们很大一个重点就是来秀给大家看 怎么样去知道哪些是小孩牙哪些是大人牙 下额的这个前面大部分的小孩子呢都是从这个下额前牙开始 那小baby的时候看那个左边这张图非常可爱啊 他就是先从这两颗baby牙开始 那这些牙齿一般如果妈妈有这做哺乳的话 大概会是第一个知道他长牙的因为会很不舒服 那慢慢慢慢他就会开始接下来后面牙齿慢慢长 那这个要换牙的时候呢也很好玩 也大部分都会从这个下额的前面这中间这两颗开始 那看到右边这个图哦 这个小孩子掉了一颗牙 那有注意到这小孩子掉的牙齿的右边这颗牙 好像上面有一堆这个三一颗两颗三颗这个三哦 那其实那颗是颗乳牙 那算讲错了那颗是一颗横牙它是大人牙 那它其实在刚刚长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就跟小孩子牙一样 那越长越高越长越高 但是它上面这个三哦暂时不会掉 三要等到什么时候掉了 要等到它要长到跟对面的牙齿碰撞到的时候 然后那个三还会被磨掉 所以当你看到如果你真的搞不清楚哪颗牙是小孩 哪颗大人那你小孩有时候掉的乱七八糟 你就看哪颗有上面有长三 那那个大概就是大人好不好 好那从这个时候开始这很重要啊 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牙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好大概差不多最年轻我大概看过小孩子 差不多四个月左右就可能开始长牙 那这个图上面是大概秀差不多八个月左右 所以大概四个月到八个月这个时候小孩子开始长牙 那再来人慢慢的也看到十个月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先长上面有时候也会先长下面 有时候不一定它这顺序哦不太一定会一样 大概差不多一直持续前面后面慢慢长 大概长到两岁半到三岁左右 对不起这个地方有个写错 它是2.5到3年不好意思 这个你有写错打错的地方 那很重要一点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点 跟小孩子的饮食习惯来做一个结合 小孩子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大概前面三个月的时候 几乎就是完全喝奶 然后可能在四到六个月的时候 医生他会建议开始可以增加副食品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般的食物 那就一点一点开始可能从软的流脂的 然后慢慢加 那这个重要为什么重要 是因为一开始牛奶的时候 其实里面的糖分并没有那么多 然后它的那个texture也不一样 那等到差不多开始我们开始混那些 例如说香蕉啊或是水果泥啊或是一些饭 稀饭啊小孩子开始饮食变得比较丰富的时候 那它对牙齿的这个影响力就会大 那所以很重要的时候是如果小孩子他开始在吃一些这些副食品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考虑哦慢慢晚上就不要让他再把它挖起来然后给他喂奶 事实上其实如果小孩子吃得饱他大概差不多六个月以后他就可以整个晚上几乎可以睡到差不多早上至少四五个小时以上 所以我常常有些妈妈会跟我讲说没有啊有时候小孩子就黏在我旁边啊然后他就哭哭哭叫胃 那我会建议他是说你的小孩子先看看你小孩子的饮食 如果你小孩子的饮食是正常都吃得很好的话 事实上他应该是有这个能力肚子应该是够饱可以撑得到 那撑得到意思是什么就是晚上其实就不要再喂他喝牛奶 那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你看如果小孩子四个月到六个月之间开始长牙 以前之前没有牙齿那就牙肉的地方有些人有亲有的人没有亲 可是开始长牙了以后晚上还继续在喝牛奶的话 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牛奶他如果小孩子有时候睡觉啊嘴巴就这样开一半OK 那嘴巴开的时候他牙齿口腔里面就容易干脏 那牛奶就会容易黏在牙齿上 那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小孩子他如果不管是断奶或是喝奶瓶 太长的时间或特别是晚上有这个喂奶的习惯 很容易小孩子很快就会注意啊 那你说家长说如果真的一定要喂怎么办呢 那也不用担心OK我没有方法我等一下教你怎么办 因为我以前也经过这个事情 那个我等一下可以讲个笑话给大家听 那我们看他这个笑话说的他大概要长到两岁半到三岁 所以如果差不多一岁以后通常小孩子就已经换普通奶 就已经不是吃母奶的话 那就可以考虑可能要断掉用这个奶瓶 因为他你可以注意到现在十二十三个月以后 上面下面牙开始长对起来 那你可以想象到如果他一直喝奶瓶的话 那一直会有这个力量会推这个牙齿 那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个图示啊 这个持续下来的话 或是他用这个奶嘴吸奶嘴太久 他会影响到这个牙齿互相之间对咬在一起的关系 那下一张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什么一些 OK 所以我说这个蛀牙 这张图片其实秀给大家看各种不同的时间 包括说这个蛀牙的程度 那有的已经住得很深很久的 已经变成咖啡色深黑色 那有的才刚刚开始住 你看到有一些包括说这个牙齿的上面 有一点好像黄色的斑啊大区块这样子 那个就其实是已经开始在住 那我们常常看到小孩子住 其实最早开始住 都不是住在这个牙齿正中间 都是靠在牙肉这边 为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那个细菌 当然都很聪明的 他不可能在这个正中间 这个你看得到的地方给你住个洞 他没有那么笨 他一定要藏起来 哪里比较好藏 那就靠近那个牙齿跟牙肉那个交界那边 那边其实有个小沟槽 他那边又潮湿 那非常适合细菌 他们很高兴的就住在那里 那所以我们一般看到小孩子的猪牙 常常都是发现是沿着那个牙肉 这样子一层一圈一圈 好像那个彩虹一样 一个一个弯一个弯 那还有就是牙齿跟牙齿之间 黏在一起的部位 那这个齿间部位 因为大部分有些小孩子 从来没有就是用过牙线 那爸爸妈妈也没有时间 帮他们处理的话 很容易那个牙齿跟牙齿中间 因为牙刷不容易刷到 所以就容易住 那我们这个小孩子的蛀牙 其实有特别的一个名字 我们有个专有名字 因为事实上我们 我们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慢性病 就像高血压糖症病 事实上蛀牙不是一天两天 它是长期到后来 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叫它叫做乳牙柱牙 就是baby bottle syndrome 把它其实说是一个病 然后或者是我们叫它是early childhood caries 所以你如果有听到 大部分哦 都从这个上面的这个牙开始 那上面牙为什么先开始呢 因为上面的牙容易干 那小朋友嘴巴张大的时候 那个奶瓶还压在这个下面 所以下面不容易干 那上面这盘牙就先干了 所以通常那边会先 然后再来最后来就是下面这个牙 下面这牙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有个舌头帮助它 它保护起来 所以下面牙当然要住 像这张图片 这个小孩子这个蛀牙算是非常严重 好我们下一图 来下一页谢谢 好所以我要讲到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不注意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大家不要害怕 是有方法的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 这些照片上面有一些 那个厂商的名字 大家我没有帮他们打广告 只是刚好那个找到他这个图片 我个人觉得是还蛮能够表达 说我要跟大家介绍 那像左边上面 这个是一个你可以放在那个 手指上面的一个小牙刷 它真的就是套在手指上面 然后你就到小孩子嘴巴里面 就这样刷一刷 用手刷一刷 那这个最适合小婴儿 为什么呢 因为那小婴儿 像我以前我小孩子啊 我是喂奶 我一直喂到差不多 每一个小孩都大概喂到 14个月以上 那后来我就自己慢慢停了 因为后牙长出来 实在是太难喂 那你在常常小孩子睡 小孩子一定就是喝奶喝喝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家长就跟我讲 下一次喝奶睡着 那我要怎么刷 其实很简单 你就趁他睡着 把他嘴巴打开 你就把这个用这个手 这个套这个小牙刷 你就给他进去弄 然后家长问我说 那怎么办他等一下起来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他起不来 因为我自己试验过 我先生他看到我这样做的时候 他差点吓死了 他说这是一个自杀的行为 我说不是 你可以相信我他不会起 他真的没有起来过 OK 所以叫家长不要担心 你就进去刷 那家长跟我讲说 那需要沾什么牙膏 什么不需要 沾的水 其实主要是刷到 不是说你用什么其他的东西 刷牙很重要 不管是大人小孩 我们大家要知道 刷牙其实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mechanical remover 就是意思是说 是我们牙刷刷到的地方 是最重要的地方 牙刷没有碰到的地方 你就算是用牙膏 他也不会淘下来 所以牙刷很重要 一定要刷到每一个面 特别我们记得 我刚刚有讲 哪里容易长细菌 那个牙肉跟牙刷接面那边 那边一定要 这个其实还蛮厉害的 他这个范围还蛮大 那个小孩子 几乎你就这样轻轻刷一刷 他整颗牙就刷到 再来那个普遍旁边有一只 长得很像香蕉的这一只牙刷 这只牙刷 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 卖得很好这一只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只牙刷 小孩子这么喜欢 但是这只牙刷有个好处 就是他很软 就他那个 他是silicon做 他是像塑胶做的 所以小孩子咬 他觉得他咬起来蛮好 那最适合是什么 小孩子长牙的时候 小孩子长牙的时候 他实在咬 他真的牙刷好痒 他就每个东西都咬 那个衣服也拿起来咬 你给他这个咬 他更高兴 还有个好处 他咬一咬 顺便把牙齿刷一刷很干净 非常好 OK 那小孩子也不会恐惧刷牙 其实一般来讲 小孩子 他看到你刷牙 他就觉得刷牙是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做好榜样 那最后就是 如果说小孩子牙齿真的很靠近 像我自己的小孩子 他从小一生出来 那个乳牙就是一个黏着一个 大家排排队 都没有位置 那所以就一定要 记得要帮他用线 那小孩子用线 用牙线很麻烦 然后所以我就说 那我们就去买那个 像左边这边有一个这个图 这个是我个人 我最喜欢买这个 这个我去那个Dollar去买 一包啊 一块钱啊 一边有三四十个 我用一个月都用不完 然后他上面 他就 刚刚好小小一只 他就放小孩子牙齿中间 牙缝里面一个两个三个 我小孩现在都会自己放 因为被我训练太久了 那再来呢 就是 右边这边 有一张这个图 它有个叫 training toothpaste 可以说就是小孩子 他当开始 你如果还想要开始训练他 用牙膏的话 这一种牙膏 它里面是没有佛的 这小孩子不管吞多少都没有关 他真的就是让他学 就是让他有那个感觉 触感 有牙膏原来是这个感觉 小孩子其实差不多 他到了两三岁以后 他开始会吐 可以吐的出来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用 有佛的那种小孩子的牙膏 小孩子牙膏有各种各样 那市面上有太多了 你就挑一个小孩子喜欢的那个味道 然后给他刷 放一点点 不要放很多 大家要注意不要放很多 因为那个像我说的 主要是牙刷刷到地方 比较重要 不是牙膏 牙膏在吃 只是到肚子里面 他没有到牙刷 那个没有用 最重要的是 左边下面这个图 看到这个小朋友很高兴的在喝 你知道他里面是什么吗 里面是他所谓的100%的果汁 小孩子喝 肚子有时候喝一喝就跑去玩一玩 回来想起来又喝两下 有时候就拿着 就这样罐子拿着 走过来走过去 想起来要再喝两下 不管这个里面 放的是多100%的 我们都知道水果也是有糖 你可以想象到 每次那个小孩子喝一口的时候 就一点糖 就泡到那个牙齿上面 要喝一口要一点糖糖 糖为什么对小孩子的牙齿 或是甚至只要对牙齿都不好 也不是说它不是一个好东西 只是喔它在人体细菌把它代谢了以后 它会产生酸 酸呢跟牙齿呢 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 牙齿无法跟它抵抗啊 牙齿就会被它 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侵蚀 所以其实蛀牙呢 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化学的过程 它就是被侵蚀掉 那所以呢 我会建议如果小孩子要用这种 也没有关系 但里面请不要放果汁 最好也不要放牛奶 牛奶如果可以的话 就让它一次喝完 像我的话 就会叫我们家小朋友 就是一次那个奶瓶 你就放这把喝完 喝完了以后刷牙 那所以里面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真的小孩子 要拿着喝的东西 里面都放水 好 下一张谢谢 好 像我说的 如果小孩子跟你讲说 我们什么时候要刷 就洗澡的时候 就不要忘记 就帮牙子也洗个澡 对不对 那这样大家都洗干净 这样小孩子就不会忘记要刷牙 那记得 刷完牙了以后 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我记得有一个妈很可爱 她跟我讲 她就说 那个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 妈妈就是等于是外婆 她就说 每次啊我就看到小孩子去那个睡觉 我就觉得 小孩子感觉起来好像很饿 然后啊就晚上睡觉 要睡觉前就问她 啊你会不会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小孩子明明没有想 被她一问 就觉得好吧那我来吃 她就刚刚明明 帮她洗完澡也刷完牙了 然后呢又再带去吃东西 所以那就白刷了 所以请不要再问小孩子这个问题 洗完澡刷完牙 就帮她念念书 就带她去睡觉 如果小孩子一定要养成说要喝牛奶 才能睡觉的习惯 这个习惯要慢慢帮她改掉 这怎么样改掉就是你大概要坚持 大概最多一个礼拜 你大概就痛苦一个礼拜 但是之后会让你快乐很多 好下一招 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有些习惯 她可能也会影响到牙齿的发言 那像这个图片上面秀给大家看 这个小baby很可爱 她就每次要睡觉的时候 就觉得一定要跟她的手在一起 才会有安全感 另外下面这个baby更可爱 她说要为了那个爸妈说 为了要怕她找不到她的那个奶嘴 所以就帮她买一个这个奶嘴 上面有个很可爱的玩具 她说不管怎么样 我绝对不会找不到这个奶嘴 可是长久下来 你要想像她那个力量有多大 她要去咬的那个奶嘴 因为多重啊那个娃娃 所以慢慢慢慢来前面牙齿 就因为咬的那个奶嘴 就咬出来那个奶嘴的形状 就像这个右上方这个图 那右上方这个图 还有一个东西要让大家注意是 当她习惯被改掉 例如说OK我把奶嘴戒掉 或是把这个吸手的习惯戒掉 她舌头很高兴的就跑到这个空间里面 所以那个牙齿要关起来 还需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越久 这个习惯养成越久越难戒掉 而且她舌头 会过来影响她将来 上下牙齿合在一起的可能性越低 到时候可能要用矫正的方法更麻烦 所以可以的话 尽早在一岁一岁半 不要超过两岁之前 可以把这习惯戒掉的话最好 好谢谢下一张 很重要一点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我们那个美国这个 American Academy Pediatric Dentistry 就是美国的这个儿童牙医协会 我们会建议如果说小朋友可以的话 在一岁前帮她口腔健康找个家 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如果说小孩子可以的话 在一岁前可以找到一个任何一个牙医师 她只要愿意看小孩子 那为什么需要她帮她找一个这个小孩子的牙医师呢 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小孩子的 不管是一般的牙医师或是小孩子的牙医师 只要她有一个牙医师 她就有这个专业她可以跟她一起分享 那包括大部分时间都跟家长分享比较多 因为小孩子实在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能够回答我们 大部分的这个沟通都是在跟家长 可是我们可以告诉家长 我们刚刚就像我刚刚告诉你的这些事情 包括蛀牙 包括用这个小牙刷 对不对 还有包括这个吸奶嘴的习惯 或是这个喝奶瓶 什么时候断奶 这些东西我们其实都可以跟那个家长分享 那为什么一岁前呢 要希望说在这些习惯还可以改变的时候 赶快帮那个家长然后帮小孩子改变掉 不要等小孩子以前的观念 早期的观念是说 三岁以后小孩子在看牙齿 或甚至更大四五岁要快上学 才看牙 因为他们很担心说 他想说小孩子反正这个两个原因最主要 一个原因是小孩子反正也坐不住 大家去看牙没什么太大的用度 第二个呢 反正小孩子的这个牙齿是乳牙 乳牙将来会换掉 他干嘛没事去看 那在浪费时间浪费钱 后来我们发现呢 那小孩子的牙齿 如果你真的给他住坏了 第一个小孩子会发炎会痛 他去上学很可怜 他整天就是痛 要不然就不能上学 他吃也吃不好 他也不会跟你讲 他很高兴的每天都去玩 那小孩子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动物 所以呢 他只要能够玩 他绝对不会告诉你他牙痛 那等到什么时候 就是你看到这边有一个柱啊 或者这边有个种啊 等到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呢 再来呢 是柱牙有的时候 他那个牙齿互相 那个位置会移动 会移动到将来 本来明明不需要做那个矫正 就后来因为位置不够 大牙长不出来 就要做矫正 那划不来 那所以呢 我们用最便宜的方法就是 买半年一年 然后让医生帮他维持就好 这维持的功夫 比你将来花很多很多的钱 去做矫正好的很多 而且小孩子越早看牙 反而越不会怕牙医 大部分小孩子 我大概我自己看过 我现在很多小孩子 都已经看到他们 都会上大学 他们从小这样看我 其实我很少看到他们将来长大 有很多牙齿的问题 大部分过了一个时间以后 他大概知道了 很多到后来 其实他的牙齿保健的都还不错 好吧 下一张谢谢 好我们刚刚讲的是比较年龄小的 那我们接下来花一点点时间 来跟大家讲这个过渡时期 乳牙总是有一天要跟小孩子说 再接下来还成成人牙 我找到这个张这张实在是太赞 你知道这个Amazon实在是我们的好朋友 你看Amazon上面居然还会这个 卖这个牙齿模型 然后上面会告诉你那个牙齿哪一个要换什么 这实在是太棒了 那大家这个卫教可以做得很好 那你可以看得到小孩子 这个有些牙在前面的在后面的换牙 那大部分的牙如果是最后面的这些大牙 其实都是新长出来 都从肉里面长出来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注意呢 那我要来问下一个问题 是不是所有的恒牙都需要先钓到乳牙才会长出来 大家刚刚有没有专心听我上课啊 来赶快来回答 好我们再等十秒 有些人有那个technical issue 给大家一点时间 让大家都有发言的权利 好最后冲刺咯 好那我们来把这个答案公布给大家 给大家看吧 啊大部分的人说不是呢 好那我们来换下一张 看看到底是怎么样 好来下一张谢谢 好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看到啦 这个图片上面告诉你们 有没有看到 小孩子的牙在哪里 在中间 我们刚刚说小孩子有几颗啊 有20颗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白白的很可爱 那个中间小小的 那些都是小孩牙 长得就可爱 小孩牙子哦怎么样分哦 小孩子的牙子胖胖的 小小的 像个小兵一样 长得很可爱 跟小孩子一样 头大大的 身体小小的 然后来换到大人牙 大人牙就长得秀七一点 长长的高高的 看到有没有注意到 我有圈起来 诶 怎么有一些人没有白色的前辈 啊 告诉你们哦 原来恒牙哦 你记不记得恒牙有32颗啊 那所以后面多了这几颗 到底从哪长出来 原来它们是从肉里面直接长出来 你们看到右边这张图 它就从那个最后面那个小牙开始 后面就长出来一颗 那个不是智慧池哦 那个是大人眼 大概在六岁到十二岁之间 恒牙会开始在换 那当然是不只是换这些后面的大牙 连前面的牙一个一个都换 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说啊 哪边最先开始换牙 从前面的下面这边最常换 当然也有些小朋友啊 他后面的大牙也会先长 这个出现了一个问题 很多的家长其实都不知道 原来这个后面长出来是大牙 他们以为这长出来是小孩牙 所以呢 第一个他不知道 所以呢 他很困难去想说 啊原来这个牙齿也要把它刷干净 因为想说啊反正就是小孩牙 那再来是很难刷 你可以想象到他在那个最后面那边 那小孩子牙就是嘴巴这么小一个 那你还把牙刷这样硬给它 塞到最后面去刷 小孩子常常这样的 然后大人就说好吧那就不要刷 所以哦 在统计上面来讲 这个第一大旧词 恒牙第一大旧词是最容易出现 注意啊最容易需要做根管治疗的 有些小孩子甚至到九岁十岁差不多的时候 那颗牙就住了差不多 都要拔掉 所以哦 大家要分享这个观念给大家 那大家才知道 哦原来后面长的其实大恩牙 不会再换咯赶快认真刷 那这个就考虑到第二件事情 就是有的时候啊 那个牙医师可能会建议说 啊当它长得差不多了以后 可能就要放一个我们所谓的 沟潮的那个丰田剂叫西冷 放很大一个原因 其实就跟刚刚我们所讲到的一样 就是因为就小孩子已经很不好刷了 那那颗牙后又那么大一颗在后面 那小孩子实在很可怜 所以我们就把它那个表面上凹凸凸的 就把它封成平的 那第一个食物不容易掉进去 第二个真的牙刷肉刷到也好刷一点 那这样小孩子就不会整天忍 也不会整天说不要刷 那所以呢如果牙医师有这样建议呢 那我会强烈建议如果可以的话 小孩子如果刷牙刷不好可以考虑 好不好谢谢您 啊下一个 下一张谢谢 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图很可爱 那家长进来说啊怎么办 我小孩子牙齿长得跟鲨鱼一样 那变两排了 这个我们常常见到 那常常每次那个小孩子的急诊 大部分都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那家长问说 那现在我们是要拔牙蛮好的 对 要拔牙 为什么要拔牙 因为那个他下面的那个大的牙齁 他已经决定不要推小孩牙 他自己从后面冒出来 那自己从后面冒出来了以后 就没有人推小孩牙 所以小孩牙大概就没有动力 他就一直在那里 他就不会动 那再来呢 其实那个牙很难 小孩子常常有时候不会自己摇牙齿 你可以想到他那个根本没有位子 小孩子手抓不住 所以他也不想摇他 所以我也跟家长说 那就把他拔掉 拔掉也很简单 我们有时候就局部 把他就是稍微 让他睡着一下 我们都不会讲麻醉 我们就讲睡着一下 睡着了以后就跟他拜拜 那家长第二个问题就会是 那后面那个两个牙 怎么办 我现在要不要开始做饺子 我说不用 我们等一下 如果你位置够 假设他牙齿空间够 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一个很强大的肌肉 叫做舌头 舌头就是从后面这样一直推 推 他那个牙齿就很高兴的 就往前往前往前 到最后他顶到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我们的嘴唇 那嘴唇跟舌头之间 两个互相的力量 在一起平衡的时候 牙齿就在中间滚住 所以只要位置够的话 其实小孩子会自己矫正自己 那如果真的位置不够的话 他还是会被推到一个地方 然后就停下来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来看 要怎么样做矫正 OK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就赶快带过来 我们就帮他把它 让他睡牙 好下一个 OK 那再来 这个也是常常听到的问题 在换牙的时候 有时候他说奇怪 那这小孩子 那个缝隙这么多怎么办 其实大家不要担心 小孩子 你看上面这张图 这张图 它有很大一个门牙缝 看起来实在是不漂亮 可是你要想 这个是乳牙 记不记得我说乳牙长得胖胖的 这乳牙 它长得跟下面这大牙 你看这个size差多少 所以那乳牙 其实越多缝 它是在保存 保存财产 它将来那个大人牙 长下来的时候 它会有快乐 因为它有好多位置可以长 它就不用担心说 牙齿会重叠在一起 所以这小孩子牙 其实越多空间越好 我们越高兴 那大人牙有时候换的时候 你看下面这张牙 家长看了又吓死了 会长成这个样 又是两颗在旁边 然后又另外两颗又在上面 那怎么办 赶快做矫正 先不要急 先不要急 为什么不要急呢 因为还没有换完 那所以那空间 假设今天我有这么大的空间 尾牙齿只有这么大 我当然是随便 我要长去哪就长去哪 等到其他 大家通通都长出来的时候 空间 就大家会急 大家会急 排排队排队 排好了以后我们再看 到底空间够不够 如果真的是觉得很担心的话 可以带小孩子去做评估 我们会做测量 我们会来计算 到底这个位置够不够 那如果说计算出来 觉得说位置可能不够 那可能会建议提早做矫正 例如说十岁啊 九岁十岁就提早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可能要提早做矫正 那我们以后将来有空 再来聊这个位置 好下一张谢谢 好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那个小孩有小孩的这个 口腔保健工具 大一点的孩子 我们也有大一点 大一点的孩子哦 他比较可以去接受一些 这个有那个器械 有motor的这些工具 那例如说像是电动的牙刷啦 或者是冲水的机器 那大一点的孩子 你也可以比较可以去 供他沟通去教育他 那例如说像这中间这张图 为什么这牙齿这么的有颜色 其实它是因为我们用了 我们所谓的这个 disclosing就是plag 就是牙齿上面有这些牙斑 牙垢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下面 这个有个小圈圈 像药丸 药丸这种东西 然后就让它咬咬咬 那它里面有这个食物的色素 它就会去跟这个牙斑 去结合 然后就秀给你看 小孩子哪里刷到 哪里没刷到 我们看这个小朋友 你看有没有注意到 它那个颜色深的地方 都是靠近牙肉的地方 有没有这样一圈 像弯勾勾一样 像彩虹一样 他就知道 三分钟出来跟你讲说我刷完 你说好那你去 我们检查一下 以后他就知道 哪里他要多刷 因为他怕你再看到它 所以这个是个蛮好的工具 这个外面 Amazon上面好像都要卖 然后再来是小孩子 然后开始做矫正 那因为那个咕牙 它有一些那些线 钢 钢线 那些或是那些 一些小磕洞 不容易刷 它有一些特别的牙刷 像那个右边 那个有一个这个白色 它这个头 从两面这样刷 可以刷在那个钢线的旁边 蛮好的 所以可以考虑这些东西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那大孩子啊 就可以用比较像我们大人的用的 这些东西 好下一张 谢谢 好跟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有说这个良好的习惯 促进口疆健康 那我们有提到哪些良好的习惯啊 第一个 最重要的就是 避免长期的使用奶嘴或是吸手 如果说真的小孩子有这些习惯 跟你的医生讨论说 看看我们要怎么样子 帮小孩子提早来戒掉这习惯 长期的意思是 例如说超过两三岁 还有这个习惯 真的就会很难戒 那再来的睡觉 请不要让他拿着这个奶瓶睡觉 他睡着了以后 奶瓶就拿出来 然后帮他稍微清一下 用水清都没有关系 不要担心 这个有清就有用 那再来呢 希望呢 这个儿童的 他的这个吸杯里面 或是奶瓶 假设他要一直在喝的话 只要放水 不要放果汁啊 放牛奶啊 这些 因为他有办法 一直接触他的话 那这些里面的饮料 都会造成这个牙齿 比较容易阻痒 那健康均衡的饮食是很重要 如果小孩子 例如说他下课回来 肚子饿 给他吃一些东西啊 比较健康一点的一些snack 这很重要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好玩的 他叫2x2 2x2的刷牙 意思是说 小孩子至少要刷两次啊 然后每次要刷两分钟 那什么时候刷牙呢 我的建议是呢 吃完东西再刷 比如说早上来不要一起床就刷 吃完早餐了以后 赶快把他刷再让他去上学 意思是你要辛苦一点 你可能要早点起床 要把小孩子挖起来 然后呢 晚上呢睡觉前呢 让他刷完牙再去睡觉 那记得要用牙线 最重要就是晚上睡前要用牙线 然后呢 如果晚上刷完牙了以后 就请不要再吃东西啊 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提到一睡前 如果可以的话 帮他的口腔找一个保健的家 帮他找一个牙医师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很好的资讯 那今天呢 比较没有时间长到更大的小孩子 例如说teenager and a birth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将来如果有空呢 他们是另外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population 我们将来有空大家再来养 好下一张 好非常感恩大家 今天有空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常常碰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习惯啊 希望大家可以告诉大家 希望每个小孩子的口腔卫生都很好 大家每个小孩长大都很健康 感恩你